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里边上有老 下有小 我请求乡里乡亲栏目组 我们该怎么办 接到求助后 我们赶往了田永梅的家 位于北京市延庆区 沈家营镇的北梁村 求助人田永梅和丈夫徐建军 在村口各家小卖部 徐大哥正在装车 准备拉一些店里的蔬菜水果 去父亲的村子里买 我跟你太爱 老是自己搬 当然写的时候先写小的 一个个大的东西 一个个的忙去拿 不许一下忙去办了 田大姐告诉我们 她特别不愿意 徐大哥出去买货 她一个出去 这一天我的心也 说白都在三个眼里 徐大哥吃早饭的时候 我们借机跟田大姐聊了聊 田大姐告诉我们 徐大哥是在2022年的时候 查出了直肠癌 这让他和这个家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 刚开始的时候 发现这种病的时候 真的特别无主 就跟那乌头苍蝎 都不知道去哪儿 直直地坐一边偷偷地哭 2022年10月 徐大哥做了直肠癌手术 术后他像很多癌症患者一样 开始了定期的放化疗生活 但好景不长 原本八个月的疗程 只进行了六次 就因为转胺酶和胆红素指标超高 被迫中断了 这让田大姐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中 没治好就停了 这可怎么办 本身他是俺家的顶梁柱 现在到这地步说 也是不难守 那是都是吓唬 他特别要强 比我要强 都装得特别不在乎那样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难 因为上面有老人 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都上学 经历上面也是各方面 他都是放不下的 以前吧 说白了 我们的生活是 我开个商店 什么都不用干 经货不用紧 家里地里活不用干 也就是不可能做点小青春 来这就卖 没这就待着 可现在不一样 现在所有的 就是说重活都我 他也不放心 老是急着帮我干 我也怕是 说白了 也是才四十多岁 实际上是特别难 现在是特别难 都没法用语言表达的 人到中年突遇癌症 徐大哥的担忧 除了自己的身体 还有一家老小 未来的生计 你看现在我这个 别的干不了 这个重活都落得我西方 说白了 我都都 我自己我都不担心 我都担心他 还有两个孩子 还有上学院 还有老大老大上学院 老大还上学院 不能不能把他压垮了 主管是真的 因为心疼田大姐 等待身体指标好转 继续做化疗的徐大哥 在家闲不住 着急出去摆摊卖货 这让相濡以沫的夫妻俩 产生了分歧 二十多年了 突然间有这个 心里边压力特别大 不出去吧 家里负担着我 他在家也看着我 也心里不宽重 以前嘛 也从来补脑毛病 感情都挺好的 就是意思一样 他出去也散散心 多接触人聊天了 把这些个病也 什么都忘了 实在是拗不过徐大哥 也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 田大姐最终 还是同意丈夫出去 但叮咛和嘱咐 真是到了啰嗦的程度 拿上手指 拿上湿指的那个消毒液 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打扁弯洗手消毒 中午到外边的时候 两男友喝食的地方吃口 我从十五六开始开车 开了多半百的车 46岁的徐大哥 干了二十年的大货司机 他告诉我们 他和田大姐结婚二十多年 赡养双方老人 抚养两个儿子 不富裕 但幸福的生活 让他充满了干劲 这是最好的事 这是正能当人用服饰的事 原来一般都是凌晨 一点多就起了 就开始出车了 早上一到早晨 就得第二天凌晨 零凌晨五点多 过去时间不太贵 慢点啊 像我们吃饭嘛 几乎就没有这个 说正常吃过三顿饭 早晨嘛 你早晨起得早 也许这顿饭 也许十年多吃 也许就这一天嘛 也许这一天就吃这一顿饭 你还去死 去死老板 你告诉我跑这里 也不知道停车 就得稍微憋着吧 到地儿了 到地儿赶快去死活去 为了一家老小的幸福 徐大哥总是能扛就扛 能忍就忍 但没想到 不规律的生活常态 却给他的身体健康 埋下了隐患 从去年七月份吧 他大便吧 本来像咱们应该是去 一天去一次正常的 他去一次 他便不光 这几回早晨这一回吧 就得去个五六次 特戏里边还稍微打点鞋刺 那个老大夫给我一磨 他说你这样 十之八九九 刚刚我回来 我也没敢告诉我媳妇 结果一处理 就说这个是恶性肿瘤 我媳妇当场都哭了 我说你哭啥哭 你没别哭 自从得了病 徐大哥跑厕所的次数 是正常人的好几倍 所以现在出摊 他都要找离公厕近的地方 自从徐大哥生病后 上大学的大儿子和六十七岁的老父亲 就成了帮田大姐打下手的半个劳动力 但是老人岁数大干得很慢 大儿子平时还要上学 只能在周末和放假回来 最近家里六亩地的玉米熟了 别人家都快收完了 他们的才刚开始 身体好呢 地是多亩地的 后来都不种了 地亩都种不了 我说砍这个 说白了 还是小活的 你都剥完这玉米 得往回家运呀 拿车往回辣 不回菜 拿点动车 装多了 饭了 装勺了 都一个个的往回弄 你装多了 哪一袋棒的 你根本一个女的扛不起来 那才困难呢 除了还没收完的玉米 之前承包的九个大棚 也都荒芜了 从去年算一份开始租的地 九一份插出的毛病 就弄得贪成横 到现在就只 等于露天地了 都霜打了 也是 去年的萝卜 比今年这大多了 可大点的 都冻地了 这再不瘦也都不行了 瘦不叠了 主要是一手人 你骨头那头 骨头那头 这两天不急着砍老玉米 再不瘦人都瘦了 再刮倒了 更不好瘦 自主要是 也是一夜间 你想买千里 等于零了 又归零了 行 这活够吃了 现在田大姐最爱打理的 就是这个青菜地 因为手术后 徐大哥只能吃些青菜米饭 和面条汤 所以他就根据徐大哥的身体情况 变换着种菜 先说是胆固春糕 要吃菠菜 种的菠菜 后来说有胆红素糕 不能吃菠菜了 这种的蚝子杆 有梅菜 小萝卜 咱们这个虽说有点虫吧 但是它属于春天然的 对它身体也思想有一定的帮助 一粥一饭 虽然简单 却浓缩着田大姐 对徐大哥的感情 今天货卖得不错 儿子也给徐大哥 送来了田大姐做好的饭 儿子 儿子 慢的啊 拜拜 半年前 因为转胺煤和胆红素指标高 徐大哥中断了化疗 前两天 田大姐刚陪徐大哥 又去医院 做了手术一年后的复查 结果如何 这次是否能够重新化疗 下一步该怎么治 这一连串的问题 成了田大姐心里 难以排解的焦虑 人心里一有事 手上就会不利索 这一年来 谁都不知道 她有这种病 因为怕给父母增加负担 他们知道了也 解决不了什么事 一切的压力都在阿里亚身上了 在孩子面前还不敢这么放松 你说是流低眼泪 只能咬墙着 含着泪 有时候说话 眼里头直不住 留下的时候就赶紧就走了 就不说了 所以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 田大姐有时也会给自家的农妇产品拍照 发个朋友圈 为小商店做宣传 同时也诉说心中的苦门 针对徐大哥身体指标异常 和田大姐非常焦虑的现状 我们联系了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的李中主任 请他帮助夫妻俩渡过难关 李主任 你好 李主任每年都会举办 中医药防癌抗癌科普大讲堂 同时成立了爱之家癌友俱乐部 帮助患者分享抗癌的智慧和感受 对于夫妻二人心中的毛病 李主任连线一位 已经康复的直肠癌患者 用亲身经历给夫妻俩以信心 大姐你好大姐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已三年得了病 曾经转移过一次 到现在也快十年了 一直都好住了 你现在这个现状 我就看着你 一点都不像个有病的人 你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看着你也就是个四十多岁吧 对对对 还不到五十年 哎呀那就是嘛 咱俩差不多三十多岁了 哎呦您想您都七十多了 我八十了呀 哎呦 你看看您这面前还真不像八十岁人 就您这平时怎么调整心态 我俩您这冲天老乐喝乐乐喝的老师 不要想那么多 想想得过这病了 确实活一天就转一天 对确实就是活一天就转一天 对确实是 你想您这还年轻了 那么好日子在后边了 有这病不能着急 行 多谢您啊 多谢您指点 通过它你就可以看到 对对对 你的未来的这种情况 从她看着看着我的希望要唱一晚的戏 对 所以我们想嘛 其实癌症不可怕 对吧 对 可怕的是什么呢 可怕还是就是自己 自己的放弃 对 我得跟癌症走对 对 错败它的 对 根据徐大哥转胶酶和胆红素指标高的问题 李主任带来了一味中草药茶 乌梅甘草茶 那么其中主要是乌梅 炼肝 炼肺 身经 能够安徽 杀虫 其实抗肿瘤都有很好的作用 我们割一个乌梅就行了 三朵玫瑰花 酥干礼器 佛手 健脾礼器的一个 割两片 我们来点杏仁 它也是很好的抗癌食品 我们加几粒 割点大枣 健脾 能够养胃 能够生血 化疗期间 那么都可以用点大枣 加两片甘草 中药里叫国老 调和猪药的这么一个药物 那么我们割两片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茶饮方 嗯 清香的 也可以加着稍微加点茶叶 这要是这一天早上泡上 这一杯一天喝这成吧 这没问题 是吧 一股清香的比茶也好喝比茶也好 民以实为天 我们不要把药物变成我们的食物 我们要把食物变成我们的药物 对吧 我们从食疗开始 从日常的生活开始 从点滴开始 除了养生茶方 李主任还从中医调理的角度 给夫妻二人介绍了几款 适合徐大哥情况的日常养生粥 我们充分利用农村所在地的 这种天安的食材嘛 我看你们有很多南瓜呀 有有有 像玉米 山药 没有芡是有莲子吧 这些都可以一起加点好的大米 一起熬粥 像你这个手术完了 大便也不会好 对对对对 对吧 大便次数也多 对对对对 那不成形 我们中国这种健脾胃的方法 大便次数也少了 生活质量也高了 就就地聚财 咱也可以把生活搞得风风复复 今天看到您这么详细地 给我们讲解这些的 一下让我们对生活 就是对这癌症 有一种新的看法 真的有对生活的希望了 放下包袱 对 大胆天性 对对对对 对吧 其实从现在开始 一个崭新的生活就开始了 大步想先走 没事 对对对对 送走了李中主人 徐大哥和田大姐的心理 轻快了许多 这个小卖部 田大姐一开 就是二十多年 虽然距离家里的小院 仅有十分钟路程 但为了照顾生意 他和徐大哥 就用木板箱子搭出了床 平时都凑合凑合 吃住在这里 今天听了李主人的话 夫妻二人决定回家去 他的时事和家人 一起吃顿晚饭 秋冬季节 严静农村地区的家家户户 喜欢用芥菜和圆白菜 腌制小咸菜 最近行情好 也为了让店里 每天都有鲜货 生意更好 田大姐几乎每天 都来批发市场进货 之前因为担心 徐大哥的身体 她总是自己一个人来 因为昨天李主任的开解 和徐大哥的一再要求 今天田大姐同意 俩人一起来进货 但各种担心伴随一路 干什么 哎呀 穿上 这是你不懂 咱们懂咱们也没法吃药 你咋弄 能陪妻子进货 帮她干活 徐大哥有些兴奋 你慢点 不许给我蹦了 你真是夸联 你哥那个防震膏 要砸着你 那你等那框下 就不进了 那你慢一下下 你非得往前蹦 你真是的 那那那那那 我放下有什么事 你说我突帅 招帅机里 心里轻松了 田大姐和徐大哥 干啥都有劲儿 傍晚 徐大哥想去夜市摆摊 田大姐也没有阻拦 盖盖吧 谢谢啊 恰恰老夫老妻了跟我还客气 你拿手指没 留手指的 拿了 钱包拿没 又忘了 现在你真是 这19块4 好嘞好嘞 马上啊 好 谢谢啊 两位 好 谢谢老板 晚上九点多 货卖得差不多了 徐大哥才依依不舍地回来 都空的了 买得挺好呀 今天这 今天天不觉挺冷的 在屋里站着 我感觉都动的 有点兜唾 我只能正在哪里 好 第二天一早 通过手机小程序 夫妻二人看到了 徐大哥复查的部分结果 这一次 徐大哥血液中的淋巴指标 有些异常 同时还伴有肝囊肿 这又让夫妻二人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担心 这都是因为 没有继续化疗才造成的 同时也担心 是不是转移到淋巴和肝脏了 为了解答夫妻二人的疑虑 我们联系了 徐大哥去年手术的主导医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的刘正主任 第二天一大早 刘主任就带着徐大哥 这次所有的检查报告 来到了北梁村 刚去小麦店 看我们没带 看我们是吗 真正是出牢 正好检查结果出来了 咱们给讲一讲 这次肠镜检查结果显示 直肠癌切除手术一年后 肠道恢复很好 那为什么还会有 排便频繁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当时手术是做的一个超低位的某缸 因为当时肿瘤的病变位置比较低 切除之后我们医学上叫前切除综合针 就是直肠原来有大概15厘米左右 现在我们切完之后就剩3厘米 它的距离非常短 直肠它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存储粪便 然后控便 那直肠就等于是存分便的 等于说现在本来是正常 像这样的这样的存不住了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因为目前比较年轻嘛 加上手术的时间其实还短 对 正好 还需要恢复恢复 随着时间的延长 慢慢的它这个排便功能 肯定会比现在要逐渐地改善 但目前建军大哥这个情况还可以 就是控便的这个能力 位置这么低已经算非常好的 对 尝镜结果正常 给夫妻二人吃了第一颗定心丸 这次检查 淋巴细胞异常的结果 最让夫妻俩害怕 担心是不是癌细胞转移了 这个淋巴细胞和我们常规说的 这个淋巴结转移 它是两回事 淋巴结转移是指着肿瘤细胞 它经过体内的玄滑 到了淋巴结 这个叫淋巴转移 那这个淋巴细胞百分数 是说血液里的淋巴细胞的数量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不用担心 不是淋巴结转移 没有 我就担心这个 白老师 白老师这只 跑淋巴结干完了 这个过于多虑了 没有 之前因为转胞酶和胆红素指标异常 徐大哥不得已暂停了化疗 那经过调理 现在的指标如何 能继续进行治疗了吗 因为转胞酶表现的是肝功能的一个状态 因为转胞酶高 就说明肝功能受到化疗药物的一些毒副作用的影响 它就高 现在两个重要的转胞酶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这指标来看都还不错 就没有任何肿瘤复发和转移的迹象 那我相信 按照目前的这个指标后续是可以正常的在做进一步的化疗 走不着一块一块一块是最多利心的 这一天心脑在嗓眼这儿来 害怕呀 这场等检查结果可能是最焦虑的 对对对 就担心有异常 担心这个病有复发有转移 就怕这个嘛 老童话说你想得好的 就不由自主的就往这方面去想了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也很重要 这个过于的担心焦虑 也不利于身体的恢复 分析完检查结果 刘正主任还查看了夫妻二人的生活环境 屋里边请您 就这是我们平时生活环境的地方 这确实有点对付了 对 这有没有暖气啊 有暖气 这屋有暖气 对 湿度还比较大 对对对 湿度比较大 有时候那墙上都能看着病了嘛 对 根据这种情况 刘主任也指出 现在还在手术恢复期 不能过度劳累 生活上和饮食上也都不能凑合 不然瘦瘦瘦瘦瘦 尽量少吃瘦瘦瘦 确定后续的治疗方案 送走刘主任 小麦布再度开门 晚饭时分 田大姐为徐大哥 煮了一份热气腾腾的山药粥 挺好的 那我天天早 他们期待着进一步的治疗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走出困局 携手一生一世 相礼相亲 指医生来了栏目 由仪领药业莲花清温胶囊 赞助播出